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纯的集乎动词 X Disciplines Y 所以X呢 去让Y有纪律 借由惩罚的方式 像我们有讲过前几个礼拜说的 Will Smith的事情 奥斯卡的学会 演艺学会 也就祭出了他们的这个 我们说的Disciplinary Action 他们有一些惩戒的动作 OK You can call that punishment I guess 所以就让这个奥斯卡 奥斯卡让Will Smith 是不是接下来的十年都不会邀请他 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这样子吧 好 Anyway 所以这里说 How did your parents discipline you? 你的父母是怎么去折罚你的 那下面这里的这个第一个人 你知道下面有回应 而且这边问的是超过30岁的男生们 所以回应的人大概都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都算是社会中的 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中间分子 我可能都已经渐渐脱离这个范围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30几岁的人了 但如果你是30多岁 或许你可以resonate 那你如果是20多岁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比你还大 这个人说 突然又觉得自己好老 所以我是70年代 我是1977年生的 但这个人跟我大概没有差多少 就是差个10岁内 甚至可能5岁内都不一定 他生在80年代 然后在90年代长大 OK 那时候小孩我觉得 被打还是有可能的 金子金子真的越来越不可能 家长又是不敢打小孩 but at that time I guess you know physical punishment still prevalent 肉体的那种肢体的惩罚 顺便一下多讲一个字 canning OK cane这个字 cane这个字有拐杖的意思 可是你看一根杖子 拿来打你 canning 我如果没记错 还有一个canning canning canning 那这个canning是什么 是做罐头 以前外国人也会做那种罐头 用锡或什么之类的那种金属 然后拿来去做他们的一些 I don't know 水蜜桃或什么这些的 或者是做果酱这些的 所以他们有这种canning 前面这个是canning canning 也就是仗打小孩的概念 所以这个词也是有的 canning 只是在流行文化里面 这个词有另外一个延伸的意思 就会臭大麻 所以这你也知道一下就算了 好 所以他80年代90年代长大 然后my parents spanked and occasionally use the belt 这就是我想要说西方跟东方 差很多的地方 他们也会打孩子屁股 所以spank这个词就是 打屁股一般来说 spank 如果今天打脸的话 那个叫slap OK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slap 而且我们有时候说 就我们那种 这我应该讲过 如果你记得的话 我们再说的就是那个 你今天说了一句话 讲了一个什么言论 结果被人家说 你说错了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就 你被打脸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你被打 你真的被打脸吗 你们不是真的 但就是比喻上 你好像被 你说的话被人家搏倒 你被打脸 那这个叫做slap in the face OK 不是slap on the face 是slap in the face 会错的可能是这个地方 slap这个字你不会错 可是介系识可能会错 好 然后就讲下一个了 我刚还没讲完 西方跟东方分别在哪里 就是belt 看很多电影集之类的 都会看到爸爸怎么惩罚小孩 用皮带 台湾至少我所知道的 家长不是用皮带 用什么 衣架 大概当然都知道 爸爸会拿那个衣架来打孩子 用衣架打 衣架听起来够可怕了 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衣架比较痛 还是皮带比较痛 如果皮带是用 我大概就看怎么用 如果皮带是用 有那个皮带头的地方打 那会试人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用皮带头那边打 好像也不会通到哪里去 甚至说便打了还 对有些人 奇怪癖好的人来说 说便蛮爽的 在讲什么 好 anyway 所以belt 所以这边说了 他的parents spanked 就会打他屁股 occasionally used the belt 有时候会用皮带打他 but it was never overdone 所以对他来说 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做过头 overdue 过去分子 overdone to what I would have considered absurd 所以没有过分到一个程度 他认为会是很荒谬的 打孩子打成荒谬了 用absurd absurd这个字来说 OK啦 然后接下来说了 算一个重点 that being said I would never use a belt on my own child 对 你看 所以他身为这个父母的时候 他就说 即便这么说 即便我刚说我父母会这样对我 然后可是没有过头 即便这么说 我也不会用皮带在我孩子身上 所以这里有个片语叫 that being said 他欠一个斗点 斗点就不管他了 所以这个that being said 我们把它稍微讲解 多一点点 他完整的版本应该是 with that said OK 我这里的这个夸号或许不是说非常漂亮 我们通常是 with that being said 其实OK 好算 我不要调整了 就这样子 我说的就是他的完整版就是 with that being said with that being said 你可以把with拿掉 所以就变成了that being said 你也可以把being也拿掉 就只有that said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只变成这样 that said 斗点组织动词 也还是OK的 翻译起来就是 即便刚刚那个事情被我这么说了 即便我已经这样讲了 可是 然后把那个话 转个方式再说一次 应该说是 我们用刚刚的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说 爸爸会用皮带打我 但不会打过头 但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用皮带打我的孩子 所以就 你把它犯成即便如此 我觉得都还是一个过得去的反应 OK 即便刚刚我说的这些 我还是不会用皮带打我的小孩 所以 that being said with that said with that being said 都可以 好 所以这个 或许是今天的这个 一个文法上的小重点 All right 然后 我们再多看几句好了 所以 I can easily say say that the phrase Do you want me to get the belt was said a lot when I was younger 所以他可以很轻易地告诉你 的确 这一句话 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常听到 所以这句话常被说 那这句话就是 你要不要我拿皮带啊 Do you want me to get my belt 父母会对他这样说 要不要我拿皮带 所以是 被说很多 was said a lot 当到年轻的时候 等到12、13岁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了 so when I got to about 12 or 13 spankings and even a belt were never used again 所以呀 十二十三岁孩子 你还用打的方式 我觉得也不对了 所以 在这个例子中 我觉得OK All right 然后他就说 他打架 结果有被学校 suspended 这个suspend的意思 当然一般理解为弦调 弦调起来 他念弦调 不管了 那这边说的就是 他因为打架被停学过 可能就是 在家里待个几天之类的 so I remember being or getting suspended for getting into a fight so getting into a fight 就是打一架 at school 然后 这也就是他父母决定 不要再提罚他的时候了 因为他已经够大了 OK so and this was around the time when my parents had decided to no longer use that as a punishment and I was expecting get the belt 所以他那时候以为被打 结果没有 OK 所以他要他去 后面大概就不看 就是讲一些废话 就是爸爸反而叫他去 爬那个 爬那个 他前面的那个 家里面庭院的那个落叶 那你说国外可能房子有落叶 有庭院 庭院都会一大堆落叶 那秋天的时候 你的很大的一个那种 家里面的工作 就是把落叶爬一爬 收一收 放在垃圾袋里 让人家拿走 所以爬的那个动词 我后续有没有看一下 就是Rake Rake这个字 爬子的那个器具 也叫做Rake 所以动词跟名词 都是这个字 看一下 这没什么问题 往下看一个 born in 86 还是没有年轻 年轻9岁 我77 所以他是 86年生 I got my ass beat 所以他有被打 I got my ass beat When I was old enough My mom couldn't hurt me physically anymore She dragged me by my ear into the other room flung me towards my father and screamed at him to beat my ass 所以当他老到 妈妈打不动的时候 所以当他这个年纪大到 When I was old enough 打到 My mom couldn't hurt me physically anymore 也不是打不动 就是妈妈打他 已经不会痛 Couldn't hurt me physically anymore 他就会用 这个画面多么的这个 多么有画面 She dragged me by my ear 他就用耳朵这样 一路被妈妈提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Dragged me by my ear 很生动 Dragged就拖拉这样子 Into the other room 拉到另外一个房间 爸爸在的地方 然后把他丢到爸爸那里去 所以flung这个词 Fling的过去 过去式 OK So flung me towards my dad and scream at him 然后对着他吼 吼什么呢 给我揍这个小孩 to beat my ass Cool 然后等到他14岁的时候 When I was 14 My dad grabbed me by the throat 所以你看这里有那种 by 所以dragged me by my ear grabbed me by my throat 所以爸爸掐他的脖子 OK by这几次 and lifted me up against the wall 所以然后把他抬起来 对着墙壁这样子 顶在墙上 下一个片语我们要看到 I was white knuckled and told him to hurry up and hit me or put me the fuck down because I have things to do 所以你不要再想说什么 啊 那外国人没有在体罚之类的 有啦 西方跟东方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跟你说 近时近日或许我们还比较 甚至相像的更多 因为我们是台湾体罚也不敢了 有没有 那你说 啊 外国人从来不体罚 没这回事 西方人小时候照样有体罚 我们有的问题 西方人都有 所以真的不要对外国人 有太多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好像以为西方的月亮就比较圆 没有这回事 我们有的问题 他们的社会都有 包括这种家暴 甚至可能更严重 因为外国很多家庭里面 爸爸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酗酒 我觉得我们台湾酗酒的问题 都还好 真的 我不是说没有 但我真的觉得 比起国外好多了 外国人喝起酒来 跟台湾人那种喝完疯狂的样子 我觉得是绝对有过 而无不及的 好 这个扯远 回来这里 所以他被爸爸掐脖子 然后顶在墙上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I was white knuckled 这个片语蛮有趣的 我找一下给大家看 knuckle这个词先理解一下 knuckle knuckle这个词的意思是 这个 这个 指节的部分 这样叫做knuckle knuckle knuckle 那你看 你用力握紧的时候 你的这个指节 是不是就会 比较变得比较白 有没有 变得比较白 用力握紧的时候 这就叫 white knuckled 你为什么会握紧 紧张 害怕 所以这边的 这个字典的definition 就说的是 它特别讲的是 在那个 fairground ride 也就是在那种 游乐园里面 坐在那一个 咚咚咚咚咚 云霄飞车上 很紧张 抓着那些 那些把手货之类的 然后你抓得好紧 white knuckled 那种意思 especially of a fairground ride causing extreme excitement or fear 非常的兴奋 或者非常害怕 ok white knuckled 可是我觉得 它不见得 真的只有 兴奋 或者害怕 但下面这个键桥 也是一样 frightened and often excited sure 所以还是兴奋害怕 tense nervousness 紧张 ok 紧张 ok 然后 还有像是 fear apprehension panic 这都可以 所以害怕 apprehension 就胆小害怕 或者 就是panic 就是那种暴走 或之类的 好 然后像什么 fear suspense dread 大概都有害怕的意思 可以啦 ok 好 所以回来这里的话 所以 I was white knuckled 你大家看懂 所以他那个时候 吓到拳头 整个都握紧了 被爸爸 提起来 对着枪 这样 顶在枪上 然后他就跟他爸说 I told him to hurry up and hit me 要揍快揍 否则 否则你就把我放下来 or put me the fuck down 因为我很忙啊 我要别的事要做 so hurry up and hit me or put me the fuck down because I had things to do ok 你要不就很快 赶快揍我 揍完了事 要不就把我放下来 因为老子他有事要做 所以已经不太客气地 跟爸爸讲话了 14岁的时候 from that day he never beat my ass again 从那时候开始 爸爸就不打他了 he graduated to hard labor and kicking me in the shins when I did something he didn't like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他从来就不揍我 他毕业到了下一个阶段去 所以你看graduate这个字 graduate 甚至可以用成 很有趣的一个就是 就到下一个阶段去 不见得真的是用在学校的毕业 所以这里说的是 他进到下一个阶段 he graduated 出什么东西呢 要我做很重的劳力 hard labor 或者以及就是 踢我的什么 shins 我的颈骨 小腿的那个 前面的那一节骨头 就叫做shin ok 所以爸爸会踢他颈骨 当他做了一些 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好 所以或者 或者会让他 不去参加一些活动 so withholding events and outings which were rare anyways 所以就是 不去做一些 刚刚讲 outing family outing 就家庭出游 之类的 那反正这些事情 对他小时候来说 都无论如何很稀少 所以你爸 所以爸爸把它减少 他也不觉得怎样 因为反正就已经不常发生 所以which were rare anyways anyway应该是单数 但不管 because I grew up in rural Alaska 所以讲一个重点 因为他生在 这个阿拉斯加的一个乡下小地方 所以乡下 受孩子 常有 然后不常出门玩 因为没什么可以玩 下面我想把它看完 因为在阿拉斯加生长的小孩 真的跟我们小 我们台湾的那种农家的小孩 或许相似书有更多了 work came first in my house before homework 所以家里面该做的这些事情 绝对是比学校派的功课还重要 熟不熟悉 我们看的那种 就是我们台湾的乡下的那种状况 school shit could be done later 学校的东西啊 晚点做都可以 if you didn't get it done though it was your fucking fault 但如果没做也是你的错 had a list of chores to do every day when I came home from school 所以他每次从学校回到家 都有一整个清单的chore要做 所以chore这个字就是 驾驶 ok chore 还有一个词叫做errant 我们也常讲到 事实上 errant就是跑外物 ok 跑一些外物 我不喜欢跑腿这个翻译 因为跑腿听起来像替人做的 你能替自己跑腿吗 当然可以 你今天要去寄个信 你今天要去买一些食物 你今天要去 或者说拿个虾皮的买来的东西 这些都叫做run errands 所以这前面的动词是run 那chores当然就是do就是了 ok 所以一个是家里的 一个是外面的 大概这样子 所以他总有家事可以做 there are always chores to do there's a list of it ok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 those better be done before my parents got home from work 所以那些啊 最好就是 父母回家前 要把它做完 否则 说不定又要 got my ass beat cool alright 来我们再看几个词 这个 ok 我想看spell这个词 一般来说spell理解为 施魔法之类的 还有你知道拼字就是spell 比如说 my name is jack how do you spell it 你要怎么拼你的名字 所以不要问how to spell it 因为那不是个疑问句 那我说how do you spell your name how do you spell it 我知道听起来很像how to spell it 可是不同 所以这里强调一下下 如果你问人家说how to spell it 这是错误的问法 ok 听一个字我听不懂 how to spell it 那我不要这样子问 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 听起来 听起来就是一个 反正英文很不好的人才会这样 你要问 how do you spell it 这样问才好 ok 所以再知道一下 但我们这里的spell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在说的是他妈妈 she still goes through spells of giving me the same treatment bullying abuse something happened eight days ago and since then she has been giving me shit from morning to night 这些 所以这里在说的就是妈妈还是会给他一大堆 这种就欺负他啦 不好的对待啦 霸凌他啦 虐待他啦 之类的 所以go through spells of something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连串的很多的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spell这个字还可以用在像另外一些地方 就例如说是 dry spell 就是干旱 ok就仿佛上帝施了个魔法 让你不会下雨 所以这是一个dry spell 托福亚士会有这个字 吃一下下 好 所以多看一下spell这个字的用法 蛮有趣的 这里还有一些词想要看的 是不过今天讲的有点长了 我觉得 我看一个这里好 ok 所以他说 I was raised by single mother 他是单亲妈妈养大的 she never slapped me 我们刚刚看过slap 所以他从来没有打过巴掌 when I misbehaved she was visibly disappointed and that broke my heart I was very well behaved I was a very well behaved kid not to disappoint her 可以 这里几个可以补充的地方 所以刚刚没有被掌过 可以 when I was when I misbehaved 所以先看这个字 所以当他行为举止不好的时候 你知道名词叫做behavior 就是行为 behavior 是他的名词 他的动词叫behave 怎么用 怎么用呢 今天晚上一个重要的客人要来 所以你对你的小孩说 你们今天晚上给我挂一点 因为这个重要的客人 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要对他好印象 ok so 你会看到 英文里面用一个词叫做 be on your best behavior 这是名词用 so we have an important guest coming to dinner tonight so you kids better be on your best behavior ok so please be on your best behavior because of this special guest be on your best behavior ok 可是 也有动词的用法 so we have an important guest coming to dinner tonight behave yourselves kids ok so you had better behave 这样就可以 可是你也可以再加一个受词 就是反身代名词 you had better behave yourselves ok 所以我不是很好去 用中文去翻译这个动词 到底它的逻辑是什么 但总之这个 你的行为好 是一个动词 就是behave 而且它有一个承受的对象 就是你自己 仿佛就是你控制你自己 让你的行为变好 so behave yourself 或者用我们今天讲过这个 discipline这个词 你让你自己有纪律 so you are disciplining yourself you discipline yourself 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 ok 可是难道你可以说 一个父母在behave他的children吗 我们又不会这样子说 我们会说父母 discipline他的children 那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 就是behave yourself了 这样子 听懂 所以如果听懂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用法 也是对的 就是你呀 就他这边说 对不起我这里直接看就好了 对 当他行为不好的时候 你看这里 他就把behave变成了misbehaved so when I misbehaved 斗点 she was visibly disappointed 很常用的这个片语 就是这个人看起来 就画面上看起来 他就是失望难过悲伤的 对 用了一个visibly 这个副词 来修饰disappointed 这个形容词 对 他是 我知道单亲妈妈养大的孩子 都有非常强烈的一个bond ok 所以他是单亲妈养大的 所以单亲妈不会长过他 不会打他 但行为不好的时候 妈妈就悲伤难过 那那个会让这个孩子心碎 我所经历过的这个 单亲人士 这个我看到真的大概都是这样 就是跟妈妈的感情会非常好 好到 好到他会乖 因为不想看到妈妈难过 我觉得这还算是 真的这也是 很令人感动的这种 的一个亲子的一种 的一种一种情怀 所以 下句他说的 and that broke my heart 所以妈妈都不用折罚他 光是给他一个失望的表情 就足够让那个小孩乖了 你看看 so so I was very I was a very well behaved kid 你看 I was very well behaved 被动式 所以你看这里 you behave yourself 如果把这句写成被动式 就是 you are behaved 有没有看到 加一个well you are well behaved 所以我们把反声那名词 变成了主词的时候 我们还知道反声那名词变主词 那个反声的部分就不见了 然后动词的部分 要变成被动的 所以变成了b动词加pp 所以这个就可以翻译成 你的行为句子是良好的 so I was a very well behaved kid 就只为了不让妈妈失望 所以这个句子我觉得不错 OK 理解一下下 好 讲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其他几个词没看到都算了 例如说刚会有一个词叫berate 就是斥责 不看到的无所谓 fall in line就是让小孩乖乖的 OK 就跟大家一样排好队的感觉 fall in line 好 讲了有点长 我觉得我今天这一篇讲的这个 啰啰嗦嗦的 说的蛮多的 重点还不少 我觉得就前面这个with that said 刚刚说讲过了 要不要把它当标题 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下 那最后刚才一个behave这个动词 怎么用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我来思考一下 哪一个来当做我们今天的标题好了 all right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